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在今天裡面 台北股市它的一個拉回 它的修正 下跌高達 不能說高達 現在130點算小case 今天的台北股市 是下跌了132點 收在21,895點的一個位置 這個量還是說的 現在這個量還是說的 那就告訴你說 其實台北股市 還是在一個測試 主體的一個過程之中 KD指標 它沒有來到的指標80之上 我們不需要探討成交量 這個大家要稍微去做留意的 所以我們在之前 就跟大家講過說 台北股市在這一次裡面 我們分成幾件事情 我們在之前就講過 我說台北股市這一次 8月5號20982 它的一個長黑K的高點 就是這一天 8月5號長黑K的高點 就是這一天 它用三個營業日之中 它去做過高 所以短期之中 這一個就是低點 它就是一個低點 所以你只要拉回的時候 你應該去做布局 所以我在整個之前 才會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是一個追高殺低型 過度的貪婪 跟恐懼的一個投資朋友 如果你殺在8月5號 或是殺在8月6號 如果你不是融資 有些是融資沒辦法 它被強迫的斷頭 那真的是很殘酷 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自己本身 你的操作 或是台面上面的老師的操作 是在8月5號 是在8月6號殺股票 然後找一堆的一個理由 我就告訴大家 那就代表它學意不經 我說整個一個股序之中 它分成資金面 它分成基本面 跟所謂的一個技術面 還有技術面裡面 就含有所謂的一個籌碼面 那因為在8月5號 在8月6號 這兩天之中 它的融資 OTC加集中市場 是下降了480億 480億 那三個營業日之中 又把長黑K的上緣摸掉 你想想看 有一堆人剛剛這樣砍下去 我在兩天之中 我就給你一巴掌 告訴你砍的人你都砍錯了 你覺得這個人是小咖咖嗎 當然不可能 所以你的拉回裡面 你就要注意 這個低點19662 它有可能就是本坡的低點 你就要去把握住 不管你是要去做攤平 還是強反彈的一個動作 一直到一直到一直到昨天 我在這個節目就跟大家講說 台幣股訊這個時間點 你一定要留意到 你每一個動作 你進去之後 你都要做好你未來的規劃 我說你進去之後 我之前就跟大家講說 月跡線之上 你不可以去做追高動作 因為月跡線它還是在扣高 所以你還在扣高的過程之中 你碰到了月線的反壓 就算你這樣上去了 它還是會把你扯下來 它還是會把你扯下來 所以在昨天裡面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過說 你的選股邏輯就要不一樣 你之前你可以搶跌身的反彈 你可以搶價值型的投資的股票 你可以搶強勢的個股 隨便你 因為大盤就是漲 一漲漲了2000多點對不對 可是到了昨天來 我們是碰到了月線的反壓 我們不是說要去受制在這個技術面 而是你要去思考 你要如何去解決這個技術面的 一個壓力的問題 所以我在昨天是講說 那你要去選就是說 你的股票會比大盤 早時的月線扭轉向上 或是你的股票 它是站上了月均線 可是它不是純提財型的個股 不是像機器人的概念個股裡面 你要擔心工具機展開始的時候 會不會利多出鏡 你要擔心華能勳董事長會不會來 整個機器人的概念個股裡面 台灣就是硬體 硬體發不了大財的 而且它的取代性是非常的強 我就說那個不是我在我的一個範圍內 那就是COSE 趨勢的概念個股 那你就按照技術面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在這種過程之中 你就留意一件事情 說你做短的人 你就是一路怎麼樣 你一路偏多到日KD交叉向下為止 如果你要去做選股 你就去選擇什麼 你的月線比較快速翻揚向上的個股 像我們在昨天介紹的個股 在今天裡面 它就拉上了漲停板 因為它就比較沒有 會像大盤一樣 碰到月均線的反壓 我覺得碰到月均線的反壓 它是非常的正常 它是非常正常 所以我們在這邊裡面來講的話 就會從兩個角度 幫投資朋友你審視 我說你不要每次都說 你幫我看看股票好不好 我就用這樣的一個角度 大盤的角度 來幫觀眾朋友 審視你手上的個股 該怎麼樣去做一些的處理 該怎麼樣去做一些 買賣點的一個調整 他會說假設你短線就要買 你當然要去買站上月線的 當然你不要買漫步在外太空的 而且要有基本面的個股 對不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假設你的個股沒有站上月均線 它跟大盤一樣 它跟大盤一樣 沒有站上月均線 它補了這個缺口 這個代表空方式的結束 對不對 我就跟大家講說 這一波台北股 是能夠正式性的一個上漲 就是你兩個營業日 你站在武力均線之上 它代表短空勢力的下降 所以你做短多賺錢 還是做短空賺錢 從大盤的角度上面 當然是做短多你賺錢 而且KD指標是交叉向下 交叉向上的 你每次都預設一個立場 他說KD指標很簡單 交叉向上就買 交叉向下就賣 為什麼你做不到 因為你的心魔就是很難克服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的個股 是跟大盤一樣 你沒有站上月均線 你有沒有補這個缺口 假設你有補這個缺口的過程之中 因為你沒有比大盤來得強 大盤最快一個禮拜 最慢也要兩個禮拜 它的月均線才會扣比較低 對不對 在這種過程之中 你就去選擇的是什麼 你就去選擇的 就是它補這個缺口 以大盤而言就是21636 跟20982 這邊你分成兩個買點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買完之後 以收盤價是否跌破19662 如果跌破的話你就出場 可是這有個但書 如果台北股市 它是一個長短角 什麼叫長短角 假設它跌破了19662 可是它的KD指標沒有破這個D 那就是叫長短角 叫掰咖 第二隻腳比第一隻腳低 可是它是長短角 你也不可以砍 它還是會有機會形成的底部 這樣了解嗎 以我來看現在的量 這樣量是說的 它就如同我們的規劃 應該還是在打底期 我之前就跟大家講過 這是在一個打地基 看你用多少好的鋼筋 多少好的水泥 它才能夠架構出來 你的樓層能夠蓋多高 也就是說你的地基打得越穩越好 什麼叫地基 就是你的技術面 你的基本面 這個部分裡面 你雙重去做選擇 它就會比較好 那你現在這個量 它本來就是量縮 就是在足底 而且大盤的KD指標還沒有到80 那你不用討論 如果到了80 那就必須有量有價 才可以鈍化栽工 那我說台幣股是最漂亮的 一種方式是什麼 沒關係 你拉回 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這一個缺口 你拉回 然後在指標50附近 扭轉向上 這個最漂亮 為什麼 你如果上去之後 在指標50附近扭轉向上 錢高會過 錢高一過 不就是WD嗎 你如果不相信 你可以發覺到 我們就是說 大家說技術面裡面來講的話 很無趣 很無聊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研究完 技術面的過程之中 你研究好了 真的 你就不會亂來 你就不會去追高與撒低 我就跟大家講說 大家回頭去想想看 你看股市全方位這個節目 我在之前就一直提醒大家 我說富士達這一檔個股裡面來講 他過去裡面是不是像 我們說假設他是這樣 像上去 對不對 後來到指標50附近做正交差 是不是這一天 我說我在這一天就跟大家講說 富士達如果在指標50附近做正交差 785會過 為什麼785會過 我說785就是錢高 那你說技術面好不好玩 其實很好玩 而且很簡單的一個KD 你就可以妙用無窮 所以我才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富士達看到這種技術面 你還賣在785塊錢以下的人 打手搜 因為我在這個節目裡面講得這麼白 那請問785過了沒 今天最高來講的話 6805的富士達 今天最高811 你好歹要賣到785以上 因為你知道785會過 這就是技術面上面的奧妙 也一樣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技術面 我們從基本面 我們就說 你在選股的邏輯上面 你要回歸到基本面 他的一個獲利 他的一個數字 你能不能夠去做支撐 就像我看大盤一樣 大盤裡面我就跟大家講說 現在很多人很悲觀 說24416到19662是A 這一波的反彈是B 未來裡面還有C波的下跌 可是它的低點寫哪裡 大家知道C波的定義 A B C波的一個定義 就是C波的下跌 有些人悲觀說這是A 這是B 未來C C波的下跌要大於A A已經跌了4000多點了 你的C波要大於4000多點 而且C波的量要比A波來得更大 你覺得目前的融資 已經砍掉400多點在這兩天 它未來的量會更大 你現在看看 這種量 那就代表那個是不對的 那你又何必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你只要記住幾件事情 第一個你做短的人 偏多到日KD交叉向下為止 如果KD交叉向下 可是它在指標50附近做正交叉 千高會過 請好好把握 那月線沒有翻揚向上之前 月線之上勿過度追高 也就是以大盤而言 下個禮拜裡面來講的話 你就不要過度的追高 那做短的人 你就如果你買 我剛才講的 一個你要先買 快一點買 你就買那個比較強的 比較強的 如果你問我台積電跟鴻海 哪一個強 台積電強 鴻海昨天的法說上面來講 有沒有什麼瑕疵 沒有 那為什麼鴻海裡面來講的話 今天不會漲 很簡單 因為假外資裡面買了很多 你總共裡面來講話賭盤 就是說大家賭鴻海 因為鴻海的法說 從來沒有講壞過 昨天有講壞嗎 沒有 對不對 那大家就賭進去了 它高達昨天的成交量 有17%隔日充 就這樣 對不對 沒有利空 所以這就是籌碼問題 所以很多的股票裡面來講的話 它本身就有這樣的一些的問題 大家自己要去做一些留意 我覺得你去買了 如果你是做短的 你就設收盤價跌破19662 當作你出場參考價 可是如果日KD指標 沒有同步創新D 你就不可以砍 你就不可以砍 留意的題材是7月份已經收好的 第二季財報好的 還有9月份 現在8月15了 你要為9月份的題材去做準備 8月份的熱身就是什麼 9月份3692 集團法人作帳 你要先知道 你不能夠說9月 大家開始講集團法人作帳 那很抱歉 你來不及 你現在就要為這些的股票裡面 去做準備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今天新的投資組合 昨天跟大家講的 銅板個股 今天裡面來講話 也是拉上了漲停板 真的是拉上了漲停板 所以就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在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講的話 你的恐懼 是來自你沒有看清楚 大家都恐懼 可是你必須要比別人裡面來講 看得更清楚 在8月5號 在8月6號 我就過 如果你殺到了低點 農資大減了480億 你要打手收 打手這樣打了 你才會記住 將來不要犯同樣的一個錯誤 你那個時間點 你反而別人在恐懼的時候 你要進去做差價 你要懂得低進 你要懂得高出 我在這個節目都跟大家講 就算你面對到月線的一個反壓 你要想我要怎麼克服它 我就去選沒有月線反壓的 比較快克服月線反壓的個股 這就對了 所以在這種過程之中 財富的實質入口 你要鼠方陪著你一路往前行 在這種過程之中裡面 我們就跟大家講過 我們說如果你加入我們 你想想看 我們新的投資組合 今天是拉上漲停板 在過去8月5號 8月6號的低點裡面 我們逢低去布局的個股 你也清楚 都有賺到的差價 所以你在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講的話 你可以掃描我們的官方QR Code 小老鼠Queen88598 你就會獲得正確的方式 讓你機會 有機會 今天台北股是跌 跌130幾點 但我們的股票是漲停板的 你就是能夠用對的方式 讓你的財富逆轉勝 當然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也有人在問我說 這個迎戰古海這本書 慢慢的我們有請出版社在印 慢慢會到位 可是還是缺 如果你加入鼠方的一個團隊 你成為鼠方的一個會員 半年以上的會期 我們就會免費送你這一本 迎戰古海這一本書 如果你在這邊裡面 需要鼠方幫你簽名 你就掃描Facebook.com Queen 沒有Queen Queen88598 你就掃描這官方QR Code 就會有個Google表單 你自己去做填寫 鼠方可以幫你去做簽名 可是如果你一定要這本書 很快速的一個來到 我就告訴你 你就是加入我們 成為鼠方的會員 半年以上 迎戰古海這一本書就會送給你 我們剛才講的 所有在技術面上面 你該懂的 在實務操作的 這本書裡面都有 都有 所以在這種過程之中 你就有機會跟上我們的一個腳步 問題是你功力還沒學會 武功來講的話 也不是一招一戲裡面來講 可以學會 鼠方已經在這市場上面快40年 為什麼還在這個時間點 你還沒有學會的時候 更何況我們跟你講的很多的東西 還有來自於基本面 基本面為中心 技術面為買賣的操作依據 如果你要雙向並行 成為少數贏家的投資朋友 歡迎你跟上我們的節奏 跟上我們在未來 全新的投資組合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實各人核的個股上面 我們的一個選擇 當然要從值的一個考量 要從基本面上面 去做一些的選擇 可是在面對很多的 一個基本面來講的話 譬如說訂單的問題 產業的變化 很多人裡面 是沒有辦法去知道的 你能夠憑借的 大概就是靠技術面 所以我們就說 技術面是讓你怎麼樣 沒有內線 也能夠發大財的一個方式 那鼠方的迎戰國海 這一本書就是希望 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現在的缺貨 你要馬上拿到這一本書 而且有鼠方的簽名 我歡迎你加入我們的團隊 跟著鼠方一起操作 畢竟來講的話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我們有很多的消息上面而言 都比市場上面會比較快 我說這一個 它就得到了航廠獨家的 供應商的一個訂單 所以它的第二季的獲利 就比第一季裡面 呈現了大爆發 再加上它其他的一些的 一個產品 當然在這個過程之中 它不到50塊 第二季就賺了1塊以上 那你覺得它本益比 它就不高對不對 那又是一個大成長 它第一季才賺1毛多 第二季賺1塊多 所以本來來講的話 這種AI的一個產品上面而言 它的爆發力本來就是會比較強一點點 那今天這一檔個股上面 它是拉上漲停板的 我們買的時候是黑的 我說強勢的個股 拉回的時候你去做買進 這是回測 不管你要回測一個頸線 回測的動作 你去做買進 今天裡面它是拉上漲停板的 另外一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就跟大家講說 還有一個部分裡面 你就要去留意 在很多人都問我說 有些股票賺錢 要不要去賣 我就說如果你真的這麼擔心 你不要全賣 因為它是強勢個股 你就賣一部分就好了 我就跟大家講說 CPO在當時候裡面 我們就選兩檔 在基本面上面是比較強的 一個是旺夕 一個是整個聯軍 聯軍來講的話 我們是從60幾塊錢 一路坐上來到90幾塊錢 還在買 它最高到150幾 在這一次裡面 我們就可以發覺到 整個一個聯軍 這一次也曾經跌到過 100塊錢以下 100塊錢以下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每天都講看 最低96.3 可是等到它公佈 7月份的營收的過程之中 我就跟大家講說 我很多的東西 你可以去驗證 我說目前來講 真的CPO有得到揮答的認證 能夠去做出貨 主動是光纖30萬條的 只有聯軍 你如果不相信 我說你後來去看什麼訊星 或去看什麼上全 那些公司裡面 它應該都不會有訂單 整個聯軍7月份 只有出2萬條以上 它未來到年底 客戶是希望出到30萬條 它不一定出得到 它希望你出到30萬條 再做資本支出 我說如果6451的訊星 它都可以漲到了200多塊錢 沒有什麼賺錢 你再怕整個聯軍什麼 聯軍就從96.3 到後面裡面來講的話 它還拉出了漲停板 應該是122.5 126.5 再拉出漲停板 一路到了今天 整個一個聯軍 122沒錯 再到了現在 它最高來到137 今天是136.5 為什麼跟大家講說 你不一定要全部都去做賣出動作 如果你真的怕你賣一點 我是接受 因為為什麼 我剛剛講說大盤 可能還需要一週到兩週的時間 它月線就會走平向上 可是它只需要一天 兩天 三天 三天 它月線就會走平向上 一旦月線走平向上 這個就是叫做黃金交叉 就是中短線上面的黃金交叉 這個部分 它就會有短線上面助長的可能性 挑戰前高不是不可能 因為訊息沒有賺錢 都可以漲到200多塊 它已經開始要賺錢 而且還賺滿多的 下半年 為什麼不行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自己留意 就像我在講富士達 富士達有幾個題材 一個就是三折疊機的部分 再過來就是AI的花柜 另外一部分 這一次的GP200之所以延後 就是來自於它有兩個GPU 一個CPU 很多的CPU都是什麼Meta 或是Microsoft 或是整個他們四大公司 很喜歡用自己的CPU 不一定能夠相容 公版的部分是沒有問題 鴻海就講它公版 公版是沒有太大問題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漏液 就是漏水 水冷的部分在漏水 這個部分裡面還有 就是金屬接頭 它缺貨 大缺貨 所以造成延後 所以富士達 他就開始也要走路到金屬接頭 去做認證 那都不管 那是在基本面上面 我只問大家 我在之前這邊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說 你要注意 KD指標 如果在指標50附近 做真的交叉 785前高會過 我有沒有先說 我都是先說的 我不是似是而非的答案 來告訴大家 你在今天裡面 你已經看到811了 所以我們就會跟大家講說 很多的一個時間點 你只要知道 你是選擇低本一筆 還是你是看出技術面的美感 還是你去看到了 未來的一個訂單 在這種過程中裡面來講 我們說我們都會給你 無論在技術面而言 迎戰股懷已經幫你去做融合 那如果你願意等 那當然你可以掃瞄 我們FB的 那官方網站 那這個過程 你給我Google表彈去填寫 蜀方能夠去保證的是 一定幫你簽名 那另外一部分來講的話 你想要免費擁有這一本書 免費的 你只要加入蜀方 你看今天我們的股票是漲停板 大盤跌了130幾點 請問一個漲停板 過去的低進高出 你可以買幾本書 幾本都可以 買了送了也可以 因為你算更多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更希望是 如果你現在的任督二賣 在技術面還沒有打通 那不妨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就加入我們 我們免費送你這本書 更重要是你可以跟著我們盤中 一起去做操作 那這個官方網站 是小老鼠Queen88598 你掃瞄進去之後 就是我們的官方網站 不要再被騙 在這種過程中 有很多的詐騙集團 都用蜀方老師的名義 你可以跟著蜀方 用對的方式 財富逆轉勝 跟上我們在未來 全新的投資組合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事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新的清智 市民最新的建篇 項目は 偉働的 有任何